雷达设备会限制车门 车门关闭以及马上打开车门 这个时候没有接触到乘客 透过车门上方的自动侦测设施 上下车乘客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有被车门夹住的风险 这是由台北市率全国之先 补助公车业者装设的 主动式车门安全系统 由于公车与計程车 是台北市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通运据 据统计112年台北市公车载客人次 就达到近4亿人次 为了落实113年交通安全年 以行人安全为首要目标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与公共运输处 特别举办公车计程车安全大适施活动 号召公共运输业持续落实入口停让行人 提升行车及乘车安全 我们邀请我们计程车的业者 跟公车的业者 当然就是对市政府今年 这一个交通安全连来做宣示 希望在路口 那每一个这一个我们业者的司机 能够礼让我们的行人 那除了这一个部分 我们今天也展示了很多 不管在公车或是计程车 有很多高科技的设备 包括防甲 包括逃生的这一个玻璃 大概不像以前还要不用敲的那个部分 那原则上后照镜的这一个部分 现在也都是高科技的这个方式来处理 也不这一个不影响 如果下雨的时候后视镜 看不到的这一个本身上面产生的困扰 那在我们计程车的这个APP 在轿车服务上面的那个状况 为了这个旅客的这个安全 它也有简性也有定位 说实在都是一个相当好的设备 那除了增加我们公车跟计程车的 高科技的设备以外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一个我们的司机 在高设备的这一个科技的 这一个本身的协助下面 那让我们的这一些交通速度能够降低 这项宣示活动获得各家客运 及计程车业者的热情响应 在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见证下完成签署 承诺将持续改善行车安全 尤其是落实路口左右转前的指差确认 停车再开 这次如果发生造势特别高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驾驶同样疏忽了 没有停看听 所以我们现在实施的指差确认 那指差确认呢 就是我们对行人 理让行人优先通行这点很重要 这些就是我们要实施的要落实的 既然车代表者认为 不只是驾驶人要遵守交通规则 行人也应该有正确观念 快速通过路口 呼吁北市府应该加强宣导 行人不断的在经过 可是我们的车子要右转 转不过去 当这个要转完的时候 行人过了 那边就红灯亮起来 所以造成很多路口的土塞跟不安全 所以我在这里服务 应该从教育跟我们的宣传 媒体的这个要大力的来宣传 告诉我们的行人 也要注意这个你的安全 除了强化公车与自然车驾驶 入口停浪行人观念 北市府也协助业者提升 车辆相关安全硕士 包括中心巴士的先进驾驶 辅助系统结合AI自联网 新兴客运者配有 主动式车门安全系统 及A驻盲区即时侦测 大多位客运者导入 驾驶区先进操控萤幕 电子式后照镜 及内轮插警示系统等 自然车方面也展示 设有轮椅区的通用计人车 车队建置分享行程APP的 安心乘车服务 还有提醒乘客 系统安全带的简讯通知 那这些的设备都是 陆陆续续一直在更新跟扩充 所以往后大概的工作就是落实 再继续扩充 有些车队像公车 还没有这些设备的 我们会继续采购继续补助 有些像刚刚这种公用林田区 我们会在每个里都能够设置 那我们的计程车的 或者是这些货车 长照的车子 或者是复充巴士 他们有安全的停车空间 乘客可以在这边等车 也不要在路口 或者是红线 那个危险的地方等车 这些都是构造 我们整个比较好的 安全的停车环境 先开始 然后车辆再更新安全的一些设备 这是往后要推动的 其中大多位客运新添购的55辆电动巴士 改用推式逃生窗 方便乘客在意外发生时 能及时逃离 连副市长李四川都觉得惊艳 我们就想方设法 就让公车的乘车安全更加 更加确保 所以除了有前后两个车门 还有安全门之外 那另外左右两车各设一个窗子 推开就可以跳出来了 就让坐公车更安全 台北市交通局方面表示 除了持续规划 共用邻庭区等创新服务 及协助业者提升公车与建设 相关安全设施 也呼吁所有大小车辆驾驶人 落实停让行人 共同打造一个安全便利 友善的交通环境 交通安全点 停让行人 安全升级 赞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请看情报